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心谁上 男女平等 反而看四方从西蒙瑶入门 四胎一直就是以生在为她的终身KPI 甚至不允许这个长脚媳妇在抛头露面 言传宣教 麻省理工出来的儿子就是在自己小孩出世之后 更是通告布满了何家丈孙 充满了封建福祉的味道 就知道四方在儿女的教育上 已经被二方抛离了大步 随着赌王离世 二方许多的低调的子孙回营 我们更是能看到赌王第三代希望在谁的身上 在三四房家的第三代新成员刚刚面世的时候 二方的第三代已经学成归国 继承者何超凤更是人生赢家 他和前夫何聚坚 所剩的两个公主已经亭亭玉利 其中更有甚少露面的妹妹何倩恒 上周刚刚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里称 何倩恒甚至甚少在香港出席社交场合 154姐姐般的公开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 与妈妈在香港出席社交活动 身穿着一袭条纹抹穷立服裙 笑容腼腆 但若论第三代继承人何倩恒可能是一批不能不注意的黑马 22岁的何倩恒现局纽约 是何家继承人当中最最低调的一位 他就读于美国长春藤名牌 哥伦比亚大学 修学士文科学士 确实高才生一名 他生性低调 确实有着外形略带婴儿肥 但是斯文小淑女 性格和外相的姐姐属于互补型 也没有自己小舅舅何优君那么高调 一直以学霸卫自己的爱扣 又上了综艺节目丑座 就差哪个喇叭在嘴巴前喊了 何倩恒在校内的成绩不俗 连续三年在校内入了军令 即获得学院嘉许的他的杰出的学术成绩 虽然是出身家族 坐拥百亿赌亡国父王的副三代 但是他读书成绩好 由于读中学年纪呢 就因了GCSIE成绩 已经领好奖学金 去到哥伦比亚大学第一年 意识领了校内的奖学金 5月20日 何倩恒穿着哥伦招牌的 蓝色学士服的毕业照曝光 他长发垂下 清汤挂面 去着脚踩在地板上 今年因为新冠影响 美国所有的毕业礼呢 都是变在网上进行 何倩恒身后的PPT写着 他已经取得 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主修文学和政治科学双学位 他的毕业展示照片里 他站在银华鼠前 笑容灿烂 在姐姐获得 普林斯登大学位之后 二房学霸团 又多了一位 各大毕业的成员 不排除他之后还会继续宣造的可能 二房对子女的教育 投资甚多 除了二房长女何超穷 毕业于圣塔克拉拉大学 主修营销和国际经济管理 二房小儿子何游龙 则是由多伦大大学 拿到了商科和文学学士 两个学位 学霸团在 四房在怎样生生生 又哪里是对手 质量比起数量来说更加重要 对女儿对媳妇的价值认定 根本就是在这场赌王的遗产争霸战当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澳门赌王何鸿燊在2018年正式退休之后 他转任旗下的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的荣誉主席 董事主席则是由他排行第五的女儿何超凤则接任 顺利完成接班 何超凤是何鸿燊与二房太太蓝琼英的次女 在何鸿燊11位女儿当中排行第五 何鸿燊一生破具传奇色彩 1921年出生于当时的香港四大家族之首的何东家族 拥有犹太、荷兰、英国、中国等多国的民族血统 不过13岁那年 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炒股票破产 被迫逃亡越南 1941年年底 身上仅10港元的何鸿燊前往澳门 进入了连昌贸易公司工作 因才能出众很快成为了公司的主力干部 1943年 何鸿燊与他的从公司分道的100万澳元红利 开始涉足、煤油和纺织品生意 至1959年 何鸿燊已经拥有了1000万港元的财产 名列香港富豪名单 1961年 何鸿燊抓住了澳门博彩业合法化的时机 与霍英东等人合作了尽头澳门赌场的专营权 迈出了赌王之路的第一步 在90年代初,何鸿燊在澳门建立了皇宫赌场等多个赌场 建立其他的赌业王国 何鸿燊在最红的时期 旗下的赌场每年的投注在1300亿港元 相当于澳门GDP的6倍 年年上交给政府的赌税超过40亿港元 占澳门的总财政收入的50%以上 全澳门有30%的民众直接或者间接受雇受益于他的公司 目前何鸿燊旗下的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公司 香港星豪国际集团 香港信德集团 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 澳门诚信银行等 在此之前 何鸿燊谈到即将接任的澳博主席时说 压力一定会有 因为这个是重任 对于其他子女的安排 资料显示何鸿燊的事业版图遍布旅游博弈航运地产等 2018年他绿续将名下的资产转移到子女与太太的名下 因为大房过世早 子女也是较为低调 二房就成为主要的掌控权 招惯着上市公司的版图最大 估计市值高大1100亿港元 其中二房长女何超穷 拥有着市值约97亿港元的信德集团 同时拥有着澳博控股 美高美中国的股份 以及329亿元的身家 位居富比市香港富豪的第23名 另外二房的妖子何游龙 也负责多件的上市公司 赌王生前曾经在医院里面留有大量的私人生活用品 当下已经由三太陈万珍的儿子和二太的女儿们在处理 最重要的就是赌王在医院遗物的亲历 二房女儿何超凤率先是拿走了赌王身边最重要的文件 据港媒方面放出来的照片看 何超凤算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人 而且在姐姐何超穷分布了父亲的死亡消息之后 她就开始着手于安排父亲遗物的清理工作 5月26日下午三天左右 何超凤带着自己家族下面的工作人员 先后的从赌王所在的VIP室内拿走了不少的纸质文件 而且翻了好几个袋子分别处理 看得出何超凤对父亲生前留下的最后资料文件都是非常看的 而且分别撞在三个不同颜色的袋子当中拿走 何超凤在离开的时候佩戴着口罩 而且全程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在离开的时候步行超快 而且呢就是连拿着资料的庸人也是像安排好的一样 整个一席人快速离开 据港媒方面了解 二房下面的女子们是赌王生前最看重的 尤其是两个宝贝女儿何超凤和何超穷两姐妹 都是由赌王亲自的一手带出来的 何鸿燊对两个女儿尤其看重 当下的局面就是要早在几年之前分家产的时候 二房就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实权 并且手握有超过200亿的资产 何超凤更是奥博的实际主席人物 当年分家产的时候 四太梁安琪与大房女儿联手 一起分到了一栋价值16亿的豪宅 不然大房的方面真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得到 这一次在独吾何鸿燊离世之后 二房和三房又着手清理了赌王何鸿燊 在医院的资料遗物 看来二房的两姐妹还是和三太方面走得近 四太和大房之间的关系似乎要好一些 相比二房何超穷何超凤就弱很多了 不管怎么样其实赌王何鸿燊离开之后 整个大和家还是比较和谐的 尤其是在这些子女和太太们分工明确 都是在为送赌王最后一程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现如今何鸿燊主打的产品便是有包含着 澳博控股 新豪国际 信德集团 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店的企业 王牌国际 澳门诚信银行等好几家公司 业务流程 版图涉及到房地产 运送 酒店餐厅 项目投资 网上博菜 度假旅游等 其亚纵财产高达5000亿 本人的财富达700亿 在亚洲地区的金融风暴时 赌王财产大幅度暴跌 但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复苏 和博菜业的迅速发展趋势 赌王主打的产品财产已经足以复苏 精英家庭出身 俊秀的表面 热衷于名流晚会 四段婚姻生活 17个儿女 以及后来带来的大家族内部的争夺 这名热血传奇的赌王从来不张扬 反而是经常地出现在休闲娱乐的书报刊头条 伴随着赌王垂木 极大的商业板国地图 繁杂的家中诸多的儿女 取代了以前的八卦新闻 如何处理财富继承 是近年来新闻媒体和市场最关心的大问题 虽然在商场取涨风雨 甚至5千亿港币的何鸿燊 依旧是便有着一般人的苦闹 在正产风波开宴几十年之后 贸跌之年的何鸿燊 总算是做出了最后的决策 辞去了奥博主席之后 其女儿何超凤将接任企业的主席 以及是执行动势 四太太梁安琪以及霍振婷 将是接任企业联席主会的执行动势 三太太陈万珍也是将在企业内部的出任 监事会主席 据了解何鸿燊于2019年的周年纪念会 成员交流会上退任之后 奥博控股将其委派给了其荣誉主席 上年6月信德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信德发布消息称 何鸿燊将退任的集团公司的行政部门主席 以及是监事主席的岗位 现为企业的执行总裁何超穷接任 一据香港媒体新闻媒体 在经历了2011年的分产事件之后 何鸿燊再度的开始了财产划分的分配 何鸿燊一共有四方太太和17个人女 正是太太李婉华在孩子和油光车祸的时候 一直都是身体不太好 于2004年病故 二房太太蓝琼英 在李婉华卧宾屋起的时候生命入门 同样是主要是随着何鸿燊 参加各种大型的活动和交际 由于出色的舞步 与何鸿燊被内食的新闻媒体 重聚为午后和午地 三房太太曾经是李婉华的个人陪护 1986年何鸿燊在晚会上 认识了出任那时候出任民族舞的舞蹈老师梁安琪 此后呢便是有了四房七世 在外部看来 虽然何鸿燊竟想其人之福 可是这份福分呢 并没有看下去那么完的轻轻松松 2011年期初正产的事件爆出之后 年近90岁的何鸿燊一天以内连炮了三家灭火 被新闻媒体派到 汽车上疲倦入眠 纵懒赌王的商业传奇 最重要的两个企业就是奥博和信德 现阶段总市值各自为408亿港元和97亿港元 依据现阶段的分配 这两块财产呢 都是由二房的两位女儿来接任的 接任奥博主席的何超凤是二房的次女 信德主席呢 则是由长女何超穷接任 虽然何超凤将需要接任奥博集团的公司主席 但是依据奥博17年的半年报报告 何超凤仅占0.05%的股份 事实上 传接赌王网上博彩工作 更好像是二房长女何超穷 大女儿何超穷啊 被称之为赌王最能干的女儿 一开始从赌王赴县公司的接任 33岁便近到信德出任了执行董事 并且在17年呢 宣布接任信德集团的行政部门主席 被新闻媒体称之为赌后 2012年就曾经以283亿港元的宣价 变身成为了香港女首富 在2018年服务司香港富豪榜的50强当中 以55亿美金的宣价位居第15位